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开关 TPS 电路故障这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 型号而异 TPS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是安装在节气门体上的电位机 它检测油门叶片角度 当油门叶片移动时 TPS 将信号发送到 PCM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通常是三线传感器 从 PCM 到 TPS 的 5 伏参考电压 从 PCM 到 TPS 的 D 以及从 TPS 到 PCM 的信号返回 TPS 通过该信号线将油门位置信息发送回 PCM 当油门关闭时 信号接近 0.45 伏 在 Watt 全开油门时 TPS 信号电压将接近满 5 伏 当 PCM 看到的电压超出正常工作范围时 P01 20 将置位 注意 PCM 知道节气门位置的任何大变化都意味着 齐管压力 MAP 的相应变化 在某些型号上 PCM 将监视 MAP 和 TPS 操作以进行比较 这意味着 如果 PCM 看到节气门位置有很大的百分比变化 则它期望齐管压力出现相应的变化 反之亦然 如果没有看到此比较更改 则可以设置 P01 20 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型号 症状潜在症状包括 MIR 故障指示灯 照明在怠速或高速公路速度下 失火怠速质量差可能不会怠速可能启动 和失速原因可能的原因是 P01 20 代码的潜在原因 包括 油门复位弹簧 MAP 或 TPS 连接器腐蚀卡死线数 导致擦伤 TPS 不良 PCM 不良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可以使用扫描工具 请在 KOEO 发动机关闭钥匙下观察 TPS 电压 在节器门关闭的情况下 电压应约为 0.45V 按下油门时 它应逐渐向上扫至约 4.5-5V 有时只有试拨器可以捕获 TPS 信号电压中的间歇性毛次 如果发现 TPS 扫描电压有毛次 请更换 TPS 注意 某些 TPS 传感器需要微调 如果您不喜欢使用 DEVAM 数字福特欧母表来调整新的 TPS 那么最好将车辆带到商店 如果在节器门关闭的情况下 电压不是 0.45V 加货 3V左右 或者读竖卡住 则拔下 TPS 连接器 使用 KOEO 时 请检查连接器上是否存在 5V 参考电压并接地良好 您可以通过在 TPS 连接器的接地电路和信号电路之间 跳一条保险丝来检查信号电路的导通性 如果现在扫描工具上的 TPS 读数为 0 则更换 TPS 但是 如果这不能将读数更改为 0 则请检查信号线是否断路或短路 如果没有发现信号 则怀疑是 PCM 损坏 如果操纵 TPS 线数导致空转发生任何变化 则怀疑 TPS 不好 其他与 TPS 传感器和电路相关的故障诊断代码 P0121 P0122 P0123 P0124 您可以注意到我这里的随时代证号 您可以看到 您好稍微来报ск 您安静到我这些密码 您好稍微来报告你 您好稍微有看到 联赏桑 kol 但在你边着找你 您好稍微来报告你 不试续感写票 您好稍微来报告你 您好稍微有声 您好稍微有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